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le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数据的更新与删除 咱们上一期生成了一个API user 对吧 然后咱们检索了一些数据 并且追加了一些数据 今天咱们要做数据的更新与删除 好 咱们看 之前就一个 咱们用Postman来测试一下API的功能 干什么 数据更新 数据删除 为什么用Postman 因为Postman它是一个 测试URL API非常非常好用的 一个客户端 我已经把它下载下来 咱们看一下 这是我的这个Clorm 对吧 这个就是Postman 有兴趣方法可以装下 它是Clorm的一个插件 然后我把它打开 非常非常好用 对于咱们测试API 对于咱们这个 做网络爬虫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好 咱们要干什么 首先说 咱们先运行一下 我现在的这个API的程序 Go 这是选数据库是否更新 我选的是不更新 然后我现在打开咱们的应用程序 大家请看 现在我的数据库中 这个数据库 现在是本地数据库 还不是什么网络数据库 没关系 以后我会给你连网络 我本地数据库中有两个数据 这是我上一期追加的嘛 对不对 Coma 以及这个麦克 接下来我干什么 大家注意看啊 回到这个地方 这是这个Sales的蓝图 没有问题 上一期的给您说过 那咱们先干什么 先做一个数据的更新 怎么更新 看 我这个蓝图规定 以POOT的方法 向这个URL进行提交 UserID 然后呢 它会自动的调用update的方法 咱们试试啊 该怎么做 打开Postman 我用POOT的方法 找这个地方 POOT对吧 然后URL是什么 URL是UserID 怎么敲 拷贝过来 然后斜线ID 为什么是1 大家请看 我Coma的ID等于1 麦克的ID等于2 对吧 我先来这1的啊 POOT的方法 做User等于1 然后呢 这就是它会调用这个update的方法 我更新什么 我要把我这个地址 由中国变成Japan 咱们试一下 因为我现在住在东京 所以说呢 我要把它变成Japan 试试啊 我敲R的RES 没问题吧 比如说 叫Japan 可以吧 也就是说 我这个Postman呢 模拟一个什么 模拟一个 以POOT的方式 向这个URL进行提交 同时在提交的body里面 要提供数据 是address 我看是这不 这我拼错了吗 ADDRESS ADDRESS 没错 然后我这个数据里面 包含一个地址等于Japan 进行提交 它就会默认的 找到User等于1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 把我提供的数据呢 进行更新 试一下啊 我现在点发送 Go 发送成功 咱们看一下这Low 这不这了吗 POOT上来了 一个什么 U字等于1 OK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个地方 是POOT返回的值 大家请看 我刚才是China 现在变成Japan 对吧 回到这 这现在是China吧 我再刷新 变成Japan 是用什么 数据库更新成功吗 对不对 OK 那咱们 这个API 确实是有效啊 再来 数据删除 怎么删除 以Delete的方式 向UseID 进行一个提交 因为它是删除 所以说呢 咱们不用提供 任何的数据嘛 对不对 好 咱们再拿Postman 再试一下啊 还是这个URL 没问题 但是呢 就没有Body了 对吧 然后呢 我把它改成 Delete的方式 但是 我是这么想 我这不是两个数据吗 我不删扣吗 我把麦克删了 行吗 换句话说 我把这个 ID等于2 这条用户删掉 试试啊 我这写成2 好 咱们温习一下啊 方法呢 是Delete没问题 然后提交的URL没问题 UseID的CtrlL没问题 ID等于2 也没问题 删了啊 我发送啊 大家看 Go 麦克 OUSA 它还在 但是 数据空中已删除 咱们先看一下Log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调用了 DeleteUseID 没问题吧 说明UseID 已经被删除 删没删除 看一下啊 Go Uu 麦克去哪了 被我删掉了吗 对吧 好 这就是咱们上一期 建立的API 咱们再看看上期课件啊 我什么代码都没写 对吧 你看 默认API无需代码 仅仅定了一下 数据的结构 就可以了 它呢 会给咱默认的提供 增删差改的 各种各样的方法 咱们就是直接能够 操过数据库 其实我跟您说 现在咱们用的这个数据库 是本地文件数据库 以后它可以连 比如说MyCircle 连Postgre 连MongoDB 都可以啊 哇 这我感觉 简直就是太方便了 咱们不用编码 就能够实现 数据库表的增删差改 太棒了 我是认为 这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的框架 隆重推荐给您 隆重推荐给您 这点吹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您听了没有啊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 开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优独播 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 YouTube 优优独播 好 那咱们在接下来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